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符合到中央对我们的期盼 其实还要展开很多方面的工作 但首要的工作是深化这条香港法案法 在香港的实施有五方面的 第一就是完善有关于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包括积极筹备机会法第23条的本地立法工作 和去完善其他现有的法律 所以在今日政府的 宪布刊登的个人私隐修订条例桥案 打击网上起底的行为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第二方面就是要做好一些涉嫌 违反国家安全法的人的案件 大家都知道我们已经是检控了64个人 但是要将他们成之于法 还有很多的警队的调查工作和律政司的管控工作 第三方面是按照国家安全法第九条 就加强去指导和督促管理一些机构的工作 令到他们不要产生离开国家安全 这些机构包括学校大学社会团体 传媒和社交媒体 第四就是按照香港法第十条 做好我们推动全社会认识国家安全的教育工作 这个包括在社会的层面 也包括在学校的层面 大家知道教育部已经在各个学校 推动着国家安全的教育 第二就是做好未来三条选举 因为要国家安全 首要是需要有爱国者之外 所以夏朱特别要求我们做好法官 在资格审查委员会里面 对于候选人的资格审查工作